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其中有一个跟其他金融中心不同的 就是我们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 所以我们最不同的 亦是一个优势 有中国大陆的背景 变成是一个很庞大的市场 所以如果开发加盘中心来说 其实内地本身有很多高资产净值的大富豪 其实数量不少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客源 我觉得第一步是 因为始终来说新加坡 我认为是这样说 拿来一个参照也好 一个比较也好 新加坡相对来说 比较香港 开发家族办公室服务的平台 其实他们是早了的 香港现在起步 说实话也不迟 但关键来说 最重要的是 我们刚才问到一点 究竟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先针对什么市场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是先说回本地的市场 因为香港本身 其实过去已经近一百年 由一个渔村一路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金融中心 其实有很多的家族 其实他们本身来说很成功 而他们其实那个资产 也当然不仅限制于在香港 亦都已经是跨国去投资 所以我想第一件事要面对的市场 就是自己香港本地的一些家族 这是第一 第二方面来说 譬如说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其实在改革开放 到现在已经超过40年 在这40年其实亦都 已经去到第二代第三代 其实亦都有很多成功的家族 其实本身来说 亦都是一个庞大的对象 市场来的 所以先由这两步做了先之后 其实接着可以再去面向 就是说其他的 譬如东南亚国家 譬如东盟亚国家等等 至于你说其他 欧美甚至中东等等 这方面来说 欧美他们自己相对可能比较成熟 中东我觉得都可以是一个市场 就是去考虑到我们其实累积了 有足够的经验 以及如何去将我们竞争的一些条件等等 或者在法规等等 起码增加弹性方面 如果到成熟的时候 其实都真的可以进一步去 开发中东市场 其实很坦白说 现在你说去 刚才你说得很对 我们在业界 即是证券业来说 我们也看到一点就是 减少印花税 其实是对于整个股市来说 的而且确那个状态 因为迟了 如果病了 你重病了 你再给药吃的时候 那个药效的效果来说 是不如确定打得折扣的 但当然 减少当然比不减少 好了 但如果现在来说 其实你看回 究竟为什么 现在用了药 还原那个不加税 为什么好像完全没有效果 还继续跌下去 病情更严重了 因为整体要看回 究竟这个整个情况来说 你看到就是 在那个所谓的 后疫情时代 其实来说 香港本身 也不能独善其身 其实我们本身 在疫情之后 其实经济 也受到重创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其实 还有就是说 我们背革的祖国 本身来说 其实也有受到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 其实如果你说 现在整体上 如果要去对于 香港的股市 或者甚至是 房地产的市场 要去有一个 即是提升 提化的作用的话 我想要有一些 在结构性方面 去下手 在现在 可否盘活到 现在二级市场呢 包括了现在 这个 譬如说 创业版 或者这个 主板 其实有很多 上市公司 现在他们的业务 本身 由于刚才说的 经济的情况 低迷的时候 他们肯定来说 他们的生意也很艰难 那可否让他们转型呢 因为香港本身来说 如果你说 一个上市公司 要去转型的话 其实是有很多的关卡 证监也好 或者公家所也好 就是说 你的核心业务 如果变化的时候 其实来说 会是说 不 好了 这是第一 另一件事就是 如果去卖壳的时候 即是 backdoor listing 本身 也就是证监本身 不许可 应该这么说 好了 在这方面来说 可否可以有一些 弹性处理呢 所以这里牵涉到 就是对于 马脉壳 或者对于 改变核心业务 由于这两件事 就是一环一环 可以有一个 提振作用就是 因为当如果 那个上市地位本身来说 可以由于 刚才说的那件事 就是有了弹性 给他们 有一个生存的空间的时候 或者有一个转型的空间 其实就是 可以是 将那个原本 已经是死水 希望可以 抹化它 当然 活化了之后 有多深 这个就要慢慢等 就是好像 存血一样 你存心 那些人才会 会站起码 但起码 不像现在 死水一潭 这是在股票方面 我自己看回 就是在结构性上 其中一些 法规上 可否可以 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做一些 拆长松绑 这样的特殊措施 希望政府和有关监管机构 可以考虑 至于整体上 其他东西 其实都是要等 整个市场的气氛 从谷底反弹时才能够增加措施 否则 现在都是试倍功半 但也是那句话 如果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由于他沉下去 又怕他一病不起 所以现在都是有两难的情况 另外刚才讲回 始终讲回家族办公室 其实我觉得香港 是有他的优势 基于香港本身来说 其实这么多年 其实有这么多家族 很成功的家族 其实在香港 就是扎根在这里成长 然后在这里开始散业 然后冲出海外 所以变成了来说 不要浪费了这个底蕴 不要浪费了这个背景 其实我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是 你是在讲时间 以及在讲每一个地方 都有自己不同的背景 例如你说其他很多国家都有 那么香港是否应该跟随 第一是否可以产与产比 如果不是的话 我去学习的话 可能我学完之后 接着我已经即时继续录层 如何说呢 因为香港一直来说 都是一个自由贸易港 总之它是一个自由贸易中心 低税制是其中一个特色 如果你说现在 去扩阔的税机 当然我明白 现在 就是 香港政府本身 所以刚才我所说 现在是两难的 因为在疫情之后 其实来说 它是 的确是花费了很多的 我们的储备 去抗疫 好了 加上现在的经济情况的时候 其实税收的确是减低了的 但是你说如果现在去加这个 或者现在去引出这个资本增值税率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一点来说 在现在这个时刻 我觉得是危险的 因为现在的时刻 根本现在香港的经济 整个气氛的状况 刚才我给了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病人 其实他已经是病得很重的 如果你说现在 你再有一些 任何的改变的时候 他的冲击 其实可能是致命的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 我认为抗复的税机 我觉得是需要支持的 但是要考虑一下 你用哪一种的选择 用了那个资本生育税增加的时候 你即时来说 第一 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预期会不会说 比如说我买股票增值 或者我买楼增值 其实现在你不输 你已经透视了 其实如果我不赢 你怎样去参加税呢 但是问题就是 你未必得到税 但是你一拿出来 不要说拿出来 你拿出来说 其实市场即时会有反应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真的要慎而重之 现在的时刻是不适合说这件事 其实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又去对标新加坡 为什么我经常拿出新加坡 因为的而且确 过去那几年 很多的香港的资金 是走到那里的 如果在家族加办这方面来说 如果他们本身没有掌握 反而这件事 我觉得可以考虑 比如说我们的珠宝 或者一些油坏 甚至没有 一些虚拟货币 当然选择一些稳定性比较高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家族 本身可能有不少部分 额 可能比例不会大 对他们来说 但整个量来说其实不小 如果你可以加上这件事 放在里面的时候 当然 当然还有一个争议性 就是虚拟资产 或者虚拟货币 其实如何去作股价 还未成熟 但这一点来说 是否可以拿出来说 然后接着吸引一些 外来的家族机构 或者家族单位 这个我觉得可以拿来研讨一下 变成我们相对 我们的弹性 或者我们的范围会较阔一点 其实 因为你是被人迟了 开始了 所以如果你说 我可以有一些东西 例如说 如果我的门槛被人低一点 我们其他要求又被人低一点 的话 原来我们可以包括范围 又被人多一点 人家没有的 我们有的 当然要考虑一下 房产是否可以包括 新加坡是没有的 但香港是否可以有 这个要计算 但整体上来说 我觉得 可能是 可以真的考虑 加一些新的元素 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去考虑的 谢谢 这样说 整体上来说 当然 很多年前 1000万元 当时 其实是真的很成功 到了现在来说 加到3000万元 本来不算多 只不过是说 现在整个大气候 因为现在才推出 现在才推出 可能有一些 已经有这些钱时 有能力 可能可以避免了 但我觉得 始终一定有一定程度上的帮助 亦是正式落地 因为还要年中 好了 这样的时候 其实 有多少人 真的想试试 投射问号呢? 在我的圈子里面 我是有听到 有人问的 亦是没有办法去判断 是否仍然 像以前1000万元 那么勇远 不过 我会有个 心烈准备 就是 你可能真的要打个折头 我觉得合适的 因为刚才我一直都强调 香港其实有很多 很成功的家族 到了第三代 甚至第四代 其实是 譬如说 郑先生 或者王先生 其实他们本身 两个所代表的家族 其实在香港都很欠客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业务 亦都是深入闻心 你在香港 找他们去帮忙 就是去牵头 这个全城学院 我觉得是实质连归的 我觉得其实 你刚才提到新加坡的学院 因为细节的东西 我不是太了解 但如果你譬如香港 这个全城学院的时候 我会相信他们比较上 香港这个 会是比较上 它的焦点 是真的在说 家族全城的方面 那 好了 这变成是比较聚焦的 好了 在家族全城的时候 其实 譬如说 每一个家族 他们本身 在说家族全城的时候 其实来说 不是纯粹一个所谓投资的东西 投资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元素 但另一件事就是 他们整个家族的理念 他们的文化传统 这方面来说 其实 这个全城 怎样将 不只是钱全城 传进去 不是怎样将钱 赚钱 这是其中一部分 但另一件事就是 怎样将他们的价值观 整个理念 可以传进去 这件事 我觉得挺好 香港这方面来说 就是透过这个全城学院 其实是可以 给到一些 有这样的条件 的家族 给他们 就是知道香港本身 原来 因为有很多的 case study 这方面来说 我觉得就是 什么比较聚焦的时候 这个我觉得 是好的 如果你要借近 新加坡的画 其实就是 看看他们的投资学院 他们所教的 投资方面来说 当然香港本身 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学院 但看看究竟 他们具体是教了什么 然后将他们那方面 如何继续 我们香港这一边 但我觉得 焦点来说 是在家族全城 那方面 因为家族办公室 其实一说家族 就是在家族 就是在家族的全城 那方面 不只是在办公方面 办公就是在投资 等等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可以两边 参考 然后停在一起 所以就在家族 就在家族 去吧